把他名稱重新命名 那我這邊有個名稱 盡可能叫我的這個名稱好了 因為比較好記 那我們名稱的話基本上 這個叫 名稱Name 原來叫TexboxE 因為如果你沒有重新命名 你可能要打比較多的字 那將來當然盡可能可以取一些你比較記得 或者是有意義的名稱 那當然如果是一個小專案 反正我就A B C D E 反正就算 很簡單的 自己記得起來邏輯最好了 那當然如果一個團隊就可能你就是要想一個規則 就叫買A 那這個叫買B 原來叫TexboxE2 那你以後給他叫做買B 意思是一推反正就A B C D 那這個叫買C 那我習慣上是這樣 那這個叫 它叫combo box 下拉清單 買 A B C OK 然後這個是 叫 Label 買 這個是買E 剛剛是不是 已經 這個是買D才對 它名稱不能一樣 然後這個叫買E OK 把它取名 重新命名一下 那我剛剛講過 像那個文字方塊 它就沒有Capture屬性 因為它可以填資料 它會多一個叫什麼 Tex屬性 Tex屬性就是 輸入之後 它可以輸入 然後輸入之後我可以從Tex屬性抓資料 看使用者填了什麼資料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名稱 叫B1 因為它叫 Command Button1 真的太長了 取名叫B1 這樣比較短 這個叫什麼 B2就好了 這樣比較短 不然的話原來你叫 Command Button2 其實 光要做程式設計 你就覺得頭痛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完成第2階段 那一樣 你可以把它執行看看 反正OK 那就可以 不過 會有個衍生性的問題 比如你輸入資料 你會發現 這邊 怎麼樣呢 因為你剛剛漏了一個動作 什麼 這邊 這幾個 有沒有 字 字的大小 原來預設是9號字 太小了 18號好了 按確定 這樣子 再把它執行一下 直接再執行它 輸入一下 這樣就正常 OK 所以基本上這樣做出來的感覺 其實已經有那個味道 已經有那個 就是感覺 其實也已經 蠻像是 好像是 設計師所設計出來的 所以其實說 設計師 其實也不太需要美工 說真的 你要這個 也不用做 很漂亮 你要做 這樣已經夠漂亮了 應該看起來OK的 好 第一個 我們已經 看到了 但是第2個 我們怎麼樣 讓讓它做一點 後續的 比如說第1個 我要 總不可能說叫使用者直接在這邊啟動吧 OK 你說 有個表單喔 在哪裡 在開發人員裡面 請自己打開 對不對 不可能吧 所以你需要怎麼樣 讓它 可以 增加一個按鈕 在這邊 對不對 那當然我前面講過 要增加按鈕之前 先在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程序吧 所以 做按鈕之前 先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因為按鈕對應的是SUB 那那個 SUB名稱呢 叫做啟動表單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啟動的話 啟動 表單 OK 然後SUB 沒錯 按確定 那那個啟動表單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邊的表單 有換了個名稱 跟我一樣喔 我是怕說之前有同學喔 明明他叫USERFORM1 因為他沒改 然後呢 他又在這邊 程式又寫 Home.show 他一執行 老師跳不出來 你這邊又沒改啊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這邊名稱如果叫Home 那你這邊寫什麼 Home 你打個Home 點 如果你點下去 他一定會出現 那個就是 找到 這個表單了 點下去呢 就會有作用 但是如果你點下去 奇怪沒有 你繼續打也沒用 Home.show就可以了 只要這樣一行 好 這時候當然你把它執行 直接這樣中間執行 他也會啟動 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有一個SUB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插入一個什麼 一個按鈕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啟動表單 他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表單給 這個按鈕給做出來 做按鈕應該會啦 前面都有講過 按下去 啟動了 OK 不過有的時候 當然有些使用者 他習慣不好 如果你沒有 當啟動的時候 就把它蓋起來 他就會 自己在那邊 亂 亂輸入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呢 能夠 第一個 不要按下去 我希望就是說 當那個 這個工作簿 就是Excel 打開的時候呢 那就 順便把表單 先叫出來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講 第二個 特別是 啟動表單 那第二個是 當 工作表 啟動的時候 順便啟動 這個我想 先把畫面 還給各位一下 你們先試試看 我剛剛做的 買A B C DE 這邊是 B1 B2 OK 再來就是說呢 在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 啟動表單 這個當然雲端上也有了 那就再多增加一個按鈕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另外我那個輸入的時候那個字的大小又變更 那待會再來看就是 如何當你 Excel 啟動的時候 順便一起啟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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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